立志寻找最ㄎㄧㄤ的內容 用最ㄎㄧㄤ的話,來告訴最ㄎㄧㄤ的你 姐妹,ㄎㄧㄤ,ㄎㄧㄤ 嗨,大家好,我是美根 我是Amber, Aloha 我是一個拍下聲 你就是,我是一個 魔幻聲 哦,是這樣講嗎? 你剛剛有聽得出來我仕途要講什麼嗎? 聽得出來,聽得出來 魔幻聲 魔幻聲 好不好 我上個禮拜沒有去上日文課 那你要不要教教我 老師告訴我們 被那個週一到週日的這個小技巧是什麼 你真的錯過這個優良的教學啦 台灣人啦 大家提到金木水火土就會講金木水火土 但其實在那個日本的星期 他們的那個排列不是金木水火土 他們就是有金木水火土 然後再加上日月 對 可是週一到週日 並不是這樣排列 是 然後呢 我們的瘋狂老師就有一個教法 他都是這種 聯想大王式教法 禮拜日就是日 日要日 所以這個我們已經 欸!那我們禮拜天已經讓山去了嘛 禮拜一 老師都怎麼記 你就記一月 一月 什麼叫一月 一月、二月、三月的一月 你就知道禮拜一是月要日 你安靜 你不要質疑老師 那為什麼不是 一月、二月 那二也是月要日 好 為什麼餓不是月要日 是火要日 為什麼呢 因為禮拜二怎麼樣 肚子餓 肚子餓要怎麼樣 你就開火煮食物 太難了吧 所以禮拜二 火要日的是 禮拜三 怎麼樣 三 水要日 為什麼 因為有三點水 所以就是水要日 三點水可以 三點水可以 那禮拜四 木要日 為什麼 木要四超完 不是 你這種 凡夫數子的這個節目 老師怎麼可能會看 哦那是什麼 欸 禮拜四 欸 你死掉了幹嘛 進棺材 棺材木頭做的 禮拜四 木要日 可以嗎 目前接受嗎 目前還可以 還可以還可以 欸等一下 我覺得老師很想講一些 死不死的 死不死 他上次也有什麼 奈何橋 然後我上課就上課 一直講一些什麼 奈何橋 什麼死掉進棺材 然後還說什麼 同學你過了奈何橋了嗎 我問號 這是詛咒別人啊 對啊 好 那我們學到禮拜四了嘛 禮拜五 什麼 金要日 為什麼 五金行 五金行 你有抓到老師的用心了 禮拜六 土要日 為什麼 我想一想 六跟土的這關係 六跟土 非常簡單 你想想 老師這個邏輯 土跟六 跟一些生死有關的邏輯 六跟土 你出去遛狗 然後 吃土 因為狗跑太快 你被拖著 就吃土了 六跟土 有什麼關係 六嘛 六狗吃土這個啊 比老師的更爛 你還敢說人家聯想零分 好 他的說法是 你 土跟六嘛 入土為安 六根清淨 不是 你剛講完 我現在全旺 除了一月之外 不可能吧 三點水 其實我覺得非常厲害 三點水 五金行也非常簡單啊 所以我們至少 一三五 跟日 就是日嘛 哦 那餓是什麼呢 我上一下 火 火 因為你肚子餓的時候怎麼樣 腰排火 哦 那四是什麼 四掉嘛 路要四超完 不行 你看 尊重老師 四掉 用棺材嘛 哦 对对对 是不是突然間很簡單 我以前其實也覺得 這個排列 打妹得是 很難懂 每次都記不起來 阿華記起來了嗎 記不起來 重考 阿華重考 阿華為了那個 复習日文 來聽我們節目 我覺得 一月最好記 啊你剛才在那邊 diss他 你说 哦為什麼不是 二月三月四月 因為反正就不是嘛 啰嗦 我觉得 六狗吃土 也是蠻好記的 對啊 六狗吃土啊 雖然是蠻爛的 哎 我覺得真的不错 好啦 各位聽友 你們都學會了吧 對啊 就算大家沒有要學日文 那時候去日本玩嘛 就看那個 呃 店家有沒有開 對 每次在那邊看不懂 到底禮拜幾 現在就學起來 沒錯沒錯 免費交給大家 這個一堂課在十大 可是要賣一百塊的 你們就就是再多 推薦幾個 想要學日文的朋友 來聽我們節目就好了 我們都沒有在講 我們就講這個而已 對 只有這一集 有美心同盟嗎 有美心同盟嗎 我只背得出這個 因為有個廣告 都會一直說什麼 一無美心同盟 他用歌仔戲 對 他用歌仔戲 真的嗎 你故意的吧 美心同盟 什麼意思啊 他就說他那個 那個維他命 有加 美心同盟 哦 我其他的全部背不起來 那你可能需要的 就是這種 聯想法的老師 雖然這種都超級噁的 元素表太多了 根本沒辦法聯想吧 他就是一段一段的故事 但我現在已經忘記了 你說你把元素表 編成一個故事 對啊 多難聽啊 就像有些歷史老師 會把朝代也是 編成一個神秘的 你說夏商周情漢 這個要編嗎 嘿 你看不起中國朝代 還有很多啊 對啊 從夏開始一直到 清朝欸 很多欸 這個要編嗎 那不用嗎 不用吧 直接這樣子 那請問一下 為什麼 星期幾要編 那個也才七個而已 因為我們現在是 以一個沒有脈絡的狀態 去搶記 但是因為歷史的那個東西 本來就是 他一代換過一代的 那不是搶記啊 那什麼東西一定要編 那你這樣子 圓周率為什麼 圓周率為什麼不用編 你要當場算 怎麼算 圓周率不能算 圓周率一定能算 你要怎麼算 欸那不然第一個人 他怎麼 他拍腦袋想出來的 他肯定也是算出來的啊 他一定是算出來的啊 只是我們不會啊 圓周率怎麼算 我不會 我會我就坐在這裡幹嘛 我會我諾貝爾好不好 我坐在這裡嘛我 圓周率怎麼算 我突然很好奇喔 一定是算的 嗯 我們不要每次都寫的 這我沒嘗試 請我們這個 數學老師的聽友 請幫我們解答 圓周率是怎麼 被發現的 一定是算的 不會是圓周率的媽媽生的 一定是算的 不會嗎 不會像那個雞蛋那樣 不會 她看了那個雞蛋 就有所啟發 啊圓周率這樣子 可是我印象中我小時候有學過一個單字我永遠忘不了 什麼 就是恐龍這個單字 嗯哼 然後恐龍那時候 不可能吧 怎麼樣 不可能dinosaur用聯想記憶法吧 一定是 Dinosaur一定是聯想記憶法啊 好恐怖喔 呆腦獸 恐龍嘛 笨笨的 呆腦獸 這很像那個小時候在看電視的時候 有時候你看那些 突撥廣告 對啊 突撥廣告裡面就會有這種 賣這種 什麼記憶法啊 我每次看到都 嘎鈴唇 误人子弟 误人子弟欸 但Dinosaur 太難記啦 所以我覺得也OK啦 OK嗎 那等一下我以前不是很愛跟你講一個那個 啵啵啵的記法嗎 啵是啵雷門的啵 喔對完全沒聽過 沒聽過 你啵啵啵應該就是用中文來聯想 你為什麼要變成台語 因為有些人不會講中文啊 他的母語可能是台語啊 而且沒有我覺得他有個問題是 啵 是啵雷門的啵 那是因為啵的台語才有一個單獨啵的 對啊 啊你啵你用中文你要講 啵是什麼的啵 你講 啵是爸爸的啵 爸爸的啵 不行啊 因為啵是爸爸的啵 奇怪 那A是Apple的A啊 他是拼字我還以為什麼 但我們今天是講音嘛 那你是啵 是啵雷門的啵 啵雷門的啵 爸爸的啵 那啵 啵是什麼 啵門啵的啵 那啵咧 啵是什麼啊 啵我忘了耶 你看沒有了嘛 台語out 啵我真的忘了耶 啵 啵是電腦 啵的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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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才是真正的夏天 沒有錯 這個四季 傳統來說就是用兩個 兩個節日來分嘛 端午節跟中秋節嘛 我剛剛腦中想的完全不是這兩個節日耶 不然呢 我知道端午一定有 因為我剛剛已經先講了端午 可是我想的完全不是中秋 不是中秋 跟中 欸 跟中秋有什麼關係 中秋過後就不會有那個啊 什麼颱風啊 什麼的 中秋過後常常還是會有颱風好不好 中秋之後不是就變冷氣氣嗎 沒有 我的想法是端午跟冬至 冬至 會不會太 太末了 冬至太末嗎 冬至已經12月 哈囉 所以看起來我們對於冷的天氣 沒有一個agreement 對而且尤其現在這個氣候變遷 太難了 很難抓啊 現在其實中秋過了之後 有時候還是熱熱的 對啊 但是端午這個好像真的還沒變 可是我們現在就已經熱死了 所以就是應該說端午之後會變成聚熱 因為我從小我媽就跟我說啊 冬天衣服還有棉被 你就是要端午節過了以後 才能收起來 之前都不能 這個節日在我的印象裡 它就是一個在告訴我 有沒有變熱的這個節情 對 但我本身對於過這個節 是一點概念都沒有 真的假的 我們家從小 冬午節會做很多事情欸 蛤 你們一件事情都沒做 冬午節要記煮嗎 記煮 不用 那要幹嘛 要吃粽子 冬午節好多事情 吃粽子應該就是最普遍的嘛 可是一定要當天吃嗎 就是冬午節開始就會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 因為我很喜歡吃粽子 對 然後因為我媽媽是台南人嘛 然後就會有很多很會包粽子的親戚 而且其實我阿嬤很會包粽子 OK 然後我們以前冬午節的時候 都會一起包粽子 而且我們會是去 就是所有的東西都是食材 然後也會去買那個葉子 還要自己洗葉子 就from scratch就對了 對對對 然後就很好玩啊 因為它就是整個 全家從大到小都可以做的事情 然後每個人包的粽子一定 因為我們可能以前很小 所以那個粽子都會歪七扭八的 然後就有點像包水餃的概念 就你包完煮完之後就知道 欸這是誰包這是誰包的 然後我們都會 就是偷偷例如說我這一顆 我要包兩顆鹹蛋 喔我自製 自製 就說這顆是我的 大家不能吃 這樣 喔所以你們家是很有過節的這個氣氛 欸對對對 而且粽子只是其中一環 但粽子就是最大最重要的活動 對 但從冬午節一早起來 就有吃做了 蛤 你把它過得跟農曆新年一樣欸 欸其實冬午節真的很多事 因為你早上起來的時候 你就要在那個啊 門外面掛那個艾草啊 等一下 你們連這個都有做喔 都有啊都有啊 然後掛艾草好像到了中午的時候 就要粒蛋嘛 但粒蛋之前還有一件事情要做 我知道 什麼 是不是弄什麼五十水 對 用一個什麼水 什麼草 然後這樣子 好像要灑在身上嗎 還是什麼 我有點忘記了 好像是說那個中午十二點照過的那個水 會趨吉避凶之類 其實我不知道 小時候太曉得不知道原因 但是就會有用那個水在那邊弄一下 弄一下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開始粒蛋啦 粒蛋就可以搞很久 粒蛋就是大家在那邊玩嗎 什麼玩 就是粒蛋 粒蛋是一個 一個很難做的事情 對 可能就是在玩 不然用什麼動詞 在玩粒蛋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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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粒蛋 對 然後粒完蛋之後 等下每年都要粒 每年都要粒 也不完咧 蛤 為什麼每年都要粒 啊動物節就是要粒蛋啊 啊不然什麼時候粒蛋 沒有啊就不用 我從來沒有粒過欸 啊你沒有粒蛋的技能喔 沒有 我沒有粒過 沒有試過 也許我有 但我不知道 當然要粒啊 動物節最好玩的事情 應該就是粒蛋吧 那還有嗎 該不會有 滑龍舟吧 滑龍舟沒有 滑龍舟是唯一 我們沒有做的事情 而且我不記得我小時候有看過滑龍舟 那你本身有看過龍舟比賽嗎 長大之後才看過 哦 對對對對對 我最近有非常多的同事 或朋友都在 蜂鳴這個練習龍舟比賽 蛤 這個 真正的龍舟 我從來沒有 聽過 有人在從事龍舟 蛤 真的假的 我很多朋友在玩欸 龍舟 還有龍舟社 蛤 好奇怪喔 尤其以前在新加坡特別多 新加坡人滑龍舟嗎 對他們滑龍舟 欸 啊他們的龍舟是有龍頭的嗎 練習的時候當然沒有啊 但是真的比的時候 他們會是 主辦方的那個舟是有龍頭的啊 是喔 對啊 欸完全沒有欸 我完全沒有聽過 身邊的人在滑龍舟 好像最近有比較流行 是喔 對 這是一個 像是打球 這種運動嗎 還是它是 像是滑雪這種活動 請問打球跟滑雪差在哪裡 怎麼這樣 就對我們來講 滑雪不大像運動 比較像好玩的活動 那打球比較像是 打球就是很日常的運動啊 喔那我覺得它都不像 它比較像鐵人三項 或是馬拉松 好像鐵人 真的好 或是永度日月壇這種 哇 就有點季節性 但是要練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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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們辦公室 也有室內的龍舟比賽 室內的 你猜猜要怎麼比 室內的就在我們辦公室喔 在辦公室裡面 對 然後我們辦公室是一個口字型 蛤 這樣子圍著辦公室一直跑來跑去喔 有點類似 滑椅子 欸滑椅子其實我覺得很讚 但是滑椅子 這個危險性有點太高 因為我想像過的辦公室龍舟比賽 應該要是把大家所有的那個辦公椅有沒有 用腳全部連在一起 你說用人的腳嗎 人的腳 對對對 腳全部斷掉 太恐怖了吧 太恐怖了 對想一想是有點危險 所以不是椅子 不是椅子 欸那就是那個拖車 我們是用一種很像香蕉船長相的龍 它真的是一個龍 可是它是充氣的 然後有點像 大概兩條香蕉船的長度 OK OK 很長喔 OK 然後呢上面都會站人 就一樣就一個把手站一個人 一個把手站一個人嘛 嗯 然後一人拉一個 就是行走或是跑 不一定 OK 就大家拉著同一條舟的感覺啦 對 同舟共計 OK 同龍舟共計 好的 然後主要是要去meet 那個random抽出來的一個時間 例如說我們抽出說五分鐘 另外一組可能抽出八分零六秒 然後比的是誰能夠莫屬這個時間 然後繞一圈是最接近 我們拿到的那個target time的 喔 這個大家都會離那個預計的時間很近嗎 我還沒有親眼看過這個比賽 因為這個比賽之前因為covid停辦三年 喔真的喔 對 這樣好像蠻有趣的耶 很有趣啊 那它在走的時候 旁邊的人會在旁邊鼓噪嗎 會啊 就加油 加油 加油 好可愛喔 這很像麻辣松欸 對啊 所以你內心就 因為它是比那個時間最接近嘛 所以你就要非常氣定神仙 無論旁邊的人 就要在那邊數秒數 對 就是很穩定的數 沒錯沒錯沒錯 二 三 喔好酷喔 那一組有幾個人 就大概兩條香蕉船啊 所以大概五十個 哪有啊 香蕉船是能坐多少人啊 十五個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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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活動欸 綜合了那個靜態N動態 對啊 而且又不用 就是 因為感覺如果一次多組一起競賽的話 就會把這個辦公室弄得天翻地覆 沒有錯 沒有錯 哇 我剛才露講到一個 我們這個 刀母節會做的事情 要掛香蕉啊 喔 掛在身上嗎 香蕉是不是有些會掛在門上 然後有些會掛在身上啊 門上的為什麼感覺像鯉魚棋啊 就門上的就會是 比較大的對不對 去外面買的吧 就一些漂亮香蕉 啊自己掛在身上是什麼 自己做的 醜的 香蕉我也有一點記憶 因為小時候不是什麼勞做客 對就是快要端午節的時候 學校 美術課 就會開始做 然後就會給你一些黃黃的粉 然後把你 叫你弄到一個布袋裡 黃黃的粉 有嗎 薑黃粉 咖哩粉 咖哩我們印度的朋友 不知道在香蕉裡面裝什麼粉 熊黃粉啊 香蕉裡面不是裝香香豆喔 小屁咧 不是嗎 香包裡面當然是裝很像 中藥味的東西啊 蛤 那你知道香香豆嗎 就是文具店會買那個 買那個香香 我知道啊香香豆啊 香包裡面是放香香豆的 不是 那我問你以前清朝 不是啊那是以前嘛 我們現在是美術課 不是美術課 小時候叫什麼 美勞課 放香香豆 不是 絕對是一種粉 粉 對 你查你查 還有很多很多的中藥材 那可能就像我們現在去買 去中藥行買熱紅酒包一樣 蛤 熱紅酒包是去中藥行買喔 蛤 就是你去跟他說你要煮熱紅酒 他就會這樣 嘿嘿幫你抓抓抓抓 所以你可能說 我要做香包 他就嘿嘿嘿 好高級喔 超高級 那我誤會了 我以為是香香豆 不可能是香香豆啊 為什麼不行 香包顧名思義 只要香香的就可以吧 你這個太不天然啦 那我們就是現代社會啊 就是做 用一些這個 現代產物 沒有你知道誰最喜歡保留傳統嗎 幼稚園跟小學老師 為什麼 因為他們這樣子每次到那個季節的時候 就不用想題材 那時候都用一樣的東西 他就每年端午節一到來 大家來做香包 OK 啊聖誕節要做什麼 大家來做聖誕老公公 薑餅屋 薑餅屋也太難了吧 還薑餅屋很薑餅屋啊 小時候不是要做薑餅屋 薑餅屋 該不又是用香香豆做的了吧 薑餅屋就是用薑餅加一些糖霜嘛 不薑餅你要從從 scratch做出來啊 沒有你就去買營養口糧啊 老師怎麼可能會讓你小朋友 在那邊做餅乾 封掉 然後全部都被烤箱燙傷 蛤薑餅屋是用營養口糧做的 對啊 那怎麼黏合白膠喔 就跟你說糖霜 糖霜哪來的糖霜 就是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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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白白的啊 我也不知道怎麼做了 蛤 我已經忘記了 胡說八道欸 真的假的啦 真的啊 然後就會有一個擠花袋啊 然後讓你這樣嘿嘿 把他們黏住啊 你是念什麼貴族幼稚園啊 我是念一個很普通的很普通的小學 對啊還有什麼 好我們來想一下 各式節日究竟老師們要怎麼打發小朋友 好我們從最前面開始講 那個過年 寫春年嘛 我剛剛春年還太Hardcore 春年太Hardcore 因為我還在啵啵啵你叫我寫春年 那剛丟 撿那個嘛 荒 窗花嘛 還有做那個用射子做的鞭炮 你一定做過吧 並沒有 鞭炮 你沒有做過那種鞭炮就是 用那個射子這樣捲一捲 捲一捲 然後這樣串一整串 你們老師好爛喔 你們這種櫃子 真的好爛喔 做那個假鞭炮啊 你們沒做過 這很真切 這樣一點怎麼樣 全部銷毀 不能點 他就是裝飾啊 你是說什麼 沒有做過鞭炮 好好笑 啊你們只做下面的鞭炮 啊上面那個春跟那個 那個也要做 就一整串都要做 沒有耶 過年還會做什麼事啊 做舞龍舞獅 有沒有 什麼意思 你們沒有玩舞龍舞獅嗎 沒有 你說老師會有舞龍舞獅的這個 的道具啊 服裝 沒有到服裝是龍頭啊 啊有啦有啦 龍頭 一個面具嘛 面具嘛 有有有有 然後你就會一個人當獅尾 一個人當獅頭啊 誰要當獅尾 根本沒有東西欸 你只能這樣子 躲在那個獅頭後面 欸這是團隊精神 好像不能這樣子欸 每個人都要當獅頭 這人生還要不要過啊 同舟共計嘛 對啊 OK OK 好春節 差不多啦 再來 母親節 啊母親節有有有 對 其實會寫一些卡片嘛 母親節要寫卡片 然後還要 我記得小時候那個合作社 都有賣那種十元的康乃馨材料包 香水 香水康乃馨材料包 對材料包 然後你就把它拼起來 對對對對 但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 我忘記是幼稚園 還是國小的時候 就是要做那個也是母親節的東西 嗯 然後老師那天是要家長一起來做 蛤 母親真的是哭出來 家長一起來做 做給自己的東西 然後我印象非常深是 那天就是有蠻多家長都不能來 就是可能就平常日 大家就是要上班啊 就是每天都會來 嗯 然後呢就是只有一些家長來 然後老師在背景音樂還放那個 母親相約良 我想說 為什麼那麼感傷啊 整個 好惆怅的感覺喔 我就覺得 到底在幹嘛 不要再給我放那個歌了 老師好問號喔 這個歌品的部分啊 我發現整個都很像在哀悼 零分零分 接下來 接下來是什麼 接下來母親節過完 就端午節啦 OK 端午節就我們剛剛講的 好吧 接下來是中元節 中元節又 中元節能幹嘛 中元節能幹嘛 普渡 老師犯鬼 喂我 喂我 這樣子 普渡 所以沒有 父親節 又是寫卡片 父親節 對 寫卡片 對 父親節的首作是什麼 並沒有欸 父親們要哭了 合作社會賣什麼 不會 不會對不對 對不會 父親們會不會太想要哭 不會 他們應該也不想要那些垃圾 哦 不要叫我去學校做禮物送給我自己 對對對 也不要在後面放什麼歌 都不要 欸也沒有父親節之歌 沒有父親節之歌 父親們 父親們 真的 懂 躲 再來 九月 有那個中秋節 中秋節是嗎 比較大一點的時候 國中吧 中秋節 家政客 有做過月餅 哦 這個蠻難的欸 對對對 而且 是裡面有包那個 鮮蛋黃的那種 中秋節好像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做欸 對 因為中秋節 大家只會想要烤肉而已 好像沒有什麼 其他的事情 好 再來 國慶日 國慶日 做國旗 你有沒有做過 完全沒有 蛤 國慶日超 國慶日就放假而已吧 你們沒有做過國旗喔 什麼時候要做國旗 就國慶日啊 怎麼了嗎 是那種可以揮舞的國旗 對啊對啊對啊 沒有 然後合作社也都會買國旗啊 十塊一支 你那時候還沒 還沒解鹽對不對 對那時候可能還在滑毒啦 不是台毒 國慶啊 放煙火啊 做鞭炮 把音樂 音樂做的鞭炮拿來燒 整個 整個這樣子 串頭串尾 有這個字嗎 沒有這個字 前後呼應啊 前後呼應 前後呼應 那十二月就做什麼 聖誕節 聖誕節一定是要做那個 沒有啊 萬聖節啊 萬聖節不是小朋友做吧 還是萬聖節要叼南瓜 欸沒有欸 不可能那麼難對不對 因為南瓜太危險了 刀太危險了 太危險了 對 他太堅不可摧了 所以萬聖節小朋友不用做是大人做 嗯 對 那那十二月 就是聖誕節嗎 做聖誕樹 對 做聖誕樹 小小聖誕樹 做超多聖誕樹 然後 做那個啊 聖誕襪 也是用布織布 對對對 我覺得小時候怎麼那麼多布織布的東西啊 因為布織布好 好剪裁啊 好不會溜掉 對 就是小朋友不會在那邊撿到手什麼 有的沒的麻煩一堆 好那你們覺得剛每個節日做這麼多東西 我們小時候做完 對 拿回來 是 都送給誰 送給爸爸媽媽呀 你不覺得他們很倒楣嗎 他們不會 他們不會嗎 自己的小孩送什麼東西 他們都覺得 哦 so sweet 這樣子 欸我不覺得耶 我覺得耶 怎麼可能 真的啊 到現在我都覺得耶 那他們都留在哪裡 就是他們就會把它收藏起來啊 不可能吧 真的呀 真的啊 有一次我就看到 我媽在用的那個零錢包啊 嗯 好像是我國中的時候什麼拼布做的 他們就是 覺得可愛啊 所以才用啊 不可愛耶 不是 那是 自己的小孩 給他們的心意 真的嗎 對啊 不然他們幹嘛留下來 他就想說也沒壞好像不能丟 第一個是沒壞可以用 第二個是 好像人家送我的不能丟 沒有耶 我覺得不是那個心情 你覺得他們真的有喜歡 我覺得他們就是 對 就覺得 啊小朋友好可愛喔這樣子 不是那種 你收到迷月禮盒 不好意思把別人小孩的 照片丟掉的那種感覺 絕對不是 不一樣 對 那種的話就是會 現在 不好意思丟掉 然後一年之後就會被丟掉 然後所以你覺得那個拼布的零錢包 還被留著 是因為他真的喜歡 他真的 喜歡他的小孩 做一個東西給他 即便他的小孩現在已經是個中年人 Yeah OK 對 我覺得是耶 不然的話呢 不然他幹嘛一直 他沒有其他東西可以用嗎 有 可是他就是一直用那些拼布包 因為他喜歡啊 你懂不懂啊 他絕對不可思議耶 但老實說 我不是一個手很巧的人 但是我從小就是 很喜歡做這些勞作 然後跟過節的時候 都可以自己做很多東西 我都覺得很酷 很好玩 據說啦 我的人類圖 不是那種有辦法從零到一 去有什麼靈感的人 所以我不喜歡做那種 但是我喜歡把材料包變成 哦 就是去買一個材料包 然後照著那個步驟 對對對 這樣做 有點像沙畫 數字沙畫有沒有 不是會把那個沙倒到那個貼紙 嗯嗯嗯 欸對 那也是小時候流行的一陣子 對 嗯 因為我不是那個美術非常強的小孩嗎 嗯嗯 可是我小時候非常喜歡看言情小說 欸 好像有 那我就幻想我自己是一個言情小說家 OK 我忘記我有沒有講過這件事情了 但是我很糾結的是 我一直沒有幫自己取個非常好的筆名 哦 因為我覺得言情小說家筆名就是要 好像聽起來有點夢幻 但又不能太 神秘感 對對對對 OK 然後一定要是一些非常奇怪的姓 例如說什麼 嗯 左右的左啊 左右左哪有奇怪 左不算奇怪嗎 左 有人姓左啊 有啊 只是不常見嘛 哦不常見 然後藍白的 藍或是白或是黑 姓這種很奇怪的姓 黑啦 姓黑蠻奇怪的 對 就是你就是一定要取這種姓 才會是比較厲害的言情小說家 所以你覺得 小說家的第一件事情要取筆名 我覺得蠻重要 就是你要一直想啊 因為你一個好的名詞是需要時間的啊 OK 好 然後當然就是你要寫嘛 嗯 然後呢 我覺得我小說就是一個非常偏商業頭腦的人 欸 怎麼說 所以我在寫這個小說的時候呢 我就覺得我要先有一個 付費解鎖 不是 不是 我要有一個structure 嗯 但是我的structure完全錯方向 我不是跟文章相關的 我的structure是 我覺得我要先想好我的系列叢書 啥 啊你都不知道你要寫什麼關子 對對對 然後我就想說 好 那如果今天要寫一系列 那我們要寫什麼系列 哦 就很多人他會出 霸道總裁 對 但他會有系列叢書嘛 嗯 一系列霸道總裁之一之二之三之四 哦 OK 然後這邊可能是某一個組織 是一個 哦 黑社會 哦 或者是黑 是一個什麼什麼 嗯 他會有一個組織 然後有一個龐大的架構 欸 你野心非常大耶 我野心非常大 所以你是說 嗯 就是他可能會有 系列A A系列 B系列 C系列 然後全部都在你這個 宇宙觀裡面 對 但我應該只是在系列A當中 我需要發展幾本 我都想好了哦 我那時候都想好了 我要創這個組織 叫做北斗七星 好爛 好爛哦 好爛啊 欸不會很爛不會很爛 你一定要有一個這個 好我現在 素质 我現在忍著性質 沒有 那不然你要想想看 你今天要取一個組織的話 嗯 你可能會例如說 舞 舞是什麼 那你就要去想一個跟舞有關的 金木隨火土又來了 OK 我覺得是金木隨火土 金代表誰 然後 哦 那如果有什麼四獸 啊就是青龍白虎 朱雀玄武 就是這樣嘛 哦OKOK 對所以你一定要想一個 有這個數字要出來 所以我就想說 我大概就選寫七本 哦 那我就是用這個 北斗七星 北斗七星 然後裡面可能 主角是五男兩女 然後用這七個人 各自發展出一本 OKOK 對我都想好哦 是 我組織是這個 好 完全寫不出內容 完全寫不出內容 超問號的 我就一直在架構 跟取人物名字 那感覺就是 武俠小說的節奏 怎麼會是武俠小說的節奏 北斗七星 感覺就非常不言情 也不會啦 不會嗎 不至於不至於 例如說你說十二星座 好像有點 偏言情的感覺 十二星座很土耶 北斗七星不土嗎 不是 十二星座 很土耶 很土嗎 很土啊 還是十二神效更土 十二神效是怎麼樣 感覺是 成龍的賀岁片 預言的前奏 一所預言的那種感覺 沒有 因為你取那個組織 只是要讓你 去幫那個組織命名而已嘛 喔命名而已 講說這個黑社會 他有北斗七星嘛 他可能叫 我不知道亂講 北斗堂 欸怎麼聽起來 哇 超超武俠的耶 我勸你改寫武俠小說 但不管他是言情小說 或是武俠小說 是 我都沒有內容 沒有辦法 而且剛乍聽覺得 欸你非常有概念 因為寫小說 確實你是要先有一個架構 然後你再開始展開那個故事線 你會比較好寫 才不會那個劇情的脈絡 東跳西跳的 但你那個架構的東西 全抽 我告訴你 我非常ambitious喔 我買了七本稿子 買個屁喔 買個屁 為什麼連稿子都要買七本 我那個年代是沒有用電腦打字 不是這樣子的 你是用稿子 扎扎實實的用手寫 而且不只要一本寫完再買第二本 不能嗎 是買七本 因為你剛剛就像你剛剛講的 如果我今天這個系列故事 他人物是不是交錯 錯綜複雜 那我那故事線同時展開 我那個時間走到對上 我是需要七本啊 是我 就說 我在A本寫一寫 突然寫到C本 然後再寫 對啊當然當然 問號 我每一本都只寫在前面喔 前面就可能是什麼 例如說 一聲尖叫聲 化破了寧靜的夜空 這樣就要換另外一本 根本 沒有故事性可言 我完全沒有裡面的故事 好問號喔 好好笑喔 然後 我永遠忘不了 我寫最多的那一本 大概只寫了 可能十頁 十頁稿紙 OK 一頁稿紙大概可能兩三百字吧 OK OK 然後呢 我現在印象很深刻喔 我只寫到男主角在飛機上 喝紅酒 根本 連劇情都還沒開始 都還沒有 都還沒有 都只有 而且也沒有鋪陳 就只是在寫場景而已 對對對 然後男主角的名字 我那時候還翻那個慈海 翻超久 OK 我跟你講他的名字很帥 多帥 我聽聽 那男主角的名字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 可是我剛查了一下 因為我太久沒念他的名字 我怕我的發音發錯 聲難致詞啊 對 冷屁字啦 冷屁字 OK 他姓銀 銀色的銀 好 請繼續 單名 一個赤 赤是一個 知識的 赤旁邊變成火 赤你不會念 赤熱的赤 赤你不會念 我怕是炙熱啊 喔 炙熱是另外一個字 像針灸我那個酒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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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翅 有沒有很土 對 非常土 我覺得你慶幸啦 慶幸你以前 想不出自己的筆名 不然你現在回頭看 恐怕也是 咖咪孫 那總而言之 我就有七本稿子 被我壓在我書桌的最深處 好 那你這七本 本來有七個角色嘛 你取好幾個名字 我取好一個名字 就銀翅啊 對對對對對 你說銀翅的部分 很明顯是個男生 OK啦 祝福你啦 祝福你趕快出書啊 我都把稿子 放在我書桌最深處嘛 Yeah 然後我就想說 應該沒有人知道 我這個little secret 是不是有 朋友的媽媽知道了 沒錯 我講過這件事情對不對 有 但你 我們之前分享 你分享這個 你寫 寫作的故事 沒有這麼深入 我沒有講細節 對沒有講細節 可是我年紀越老 我就越放得開 對 跟大家分享銀翅的故事 銀翅的故事 對 當時只有說 你媽媽發現 然後跟 她的Mudgy分享 對 結果她的Mudgy 又跟她的小孩分享 她的小孩在多年後 就來跟我說 欸 聽說你以前寫小說 酷啊 拿來看看啊 天哪 我覺得不錯啦 不錯不錯 So embarrassed 但你現在還留著那七本嗎 當然沒有啊 早就被我拿去什麼資源回收 要當廢紙了 酷欸 我真的沒有這種創作家性格的人啊 欸我突然想到 蛤 我會不會那幾本小說 其實 並沒有丟掉 什麼意思呢 因為就如同你剛講的 如果 家長都很喜歡小孩子的手作 被留下 會不會 我媽其實她深深的保存 絕對是有 趕快去質問你媽媽 我覺得很有機會欸 我也覺得 還是我問她說 媽啊 你記得我小時候寫小說的事嗎 就這個嘛 我馬上拿出來 你說的是這個嗎 我都有留著啊 然後馬上去找 七本 只有寫三頁而已 這個嘛 後面還很多 你要開始寫了喔 好像可以問一下欸 我覺得有點機會 對 嗯 就像我們小時候 我學那個畫畫 畫畫版 的所有那個畫作也都留下來 都留下來 就在一個超大本活夜部裡面 沒錯沒錯沒錯 我的也是 好 大家期待囉 期待什麼 期待 期待你的言情小說啊 正式發行 對 就是 首先是要先寫啦 OK嗎 我的想比較遠 我現在在想一下簽書會的部分 喔 都先不用 你剛剛說什麼 你小時候 很有商業頭腦 現在其實也有啊 但都是 缺乏content 就全部都還沒有辦法執行 謝謝 難怪我們的頻道到現在 一直沒有辦法賺錢 你都想好了 但我們B節目 還是沒有內容 對對對 好啦 最後祝大家 端午節快樂 欸 端午節可以祝大家 當然啊 端午節這種是吃爆 端午節不能祝快樂吧 為什麼不能 因為端午節是一個 屈言在哭 然後你在快樂 欸 好我們折衷 我們祝大家端午節順行 我們祝大家粽子吃到飽 好啦 如果你喜歡我們頻道的話 就先謝謝你們的喜歡 也謝謝你們都很聰明 又長得很好看 為什麼那麼突然間 欸 我今天 新學的一個結尾 謝謝你的喜歡 我今天還在那個 跟朋友的群組裡面 謝謝你的喜歡 但我覺得這超好笑的 對啊 這很嘲諷欸 很嘲諷啊 謝謝你的喜歡 沒有 所以我換來講 謝謝你的喜歡 然後也謝謝你們 都那麼聰明又那麼可愛 又聽我們的節目 聽起來還是很嘲諷 很嘲諷嗎 我剛剛是真心的喔 好啦 如果你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也可以到Facebook 到Instagram 來找我們聊天 我是美根 我是 謝謝你們喜歡的Amber 下週見 bubu bubu 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